特朗普计划出卖乌克兰领土 而拜登的计划向乌克兰提供1000亿美元的军援 对此中国怎么看 关注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走向 不可避免的要看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态度 现在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个老人 仍然是决定乌克兰命运的关键因素 而且他们的态度截然相反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拜登计划向国外申请迄今为止 对乌克兰援助的最大金额1000亿美元 一揽子拨款计划将使拜登政府能够避免国会 就明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出进行进一步的辩论 这也意味着拜登政府虽然受到部分美国议员的反对 仍然要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血战到底 几乎以此同时 特朗普在采访中重申 如果他是美国总统会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让乌克兰让出一些倾向于加入俄罗斯的那些 说俄语的人所在的地区 这样就能保住国家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不会在乎乌克兰是否能够保持领处主权完成 而是会采取妥协的办法来结束战争 甚至不管乌克兰愿意不愿意 虽然中国不是乌克兰威西的设施方 但是不可否认美国下一任总统对待乌克兰威西的态度 又会对中国的利益造成影响 而这些影响从大多方面看可能都是好事 如果是特朗普上台 只要美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出卖泽连斯基政府 或者是逼迫乌克兰放弃领土 都会直接破坏美国在西方国家的领导力 我们相信特朗普想用一切手段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 而且也可能不会顾及其盟友的利益 毕竟这样做可以为美国省下很多援助资金 但是如果乌克兰危机的结束 是以美国的退让 乌克兰隔让领土的结局收场 这本身就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的一次战略失败 东欧国家会再度增加对俄罗斯的恐惧 其他盟友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将丧失 俄罗斯用想战争重回世界领导国之列 成为大赢家 而对等损失的那就是美国的领导力了 对中国来说 仅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大结局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一个能够继续威慑北约国家的俄罗斯 必然可以分担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 欧洲国家与美国离心离德也有利于发展中欧合作 进一步削弱美国拉拢盟友对华竞争的可能 另外就算俄罗斯用胜利者的姿态获得了乌克兰战场的胜利 西方也不大可能会放弃对俄制裁 俄罗斯同样也会把发展的方向看向东方 更加依赖中国的大格局不会改变 那么如果是拜登继续连任 并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们也不怕 美国会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巨额资金 而且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唯一的指望就是俄罗斯自己认输 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场看上去无法结束的乌克兰危机 让俄罗斯和西方同时遭受严重消耗 美国对付中国的态度就不会那么太嚣张 俄罗斯同样也会进一步依赖中国 只有美国支持下的乌克兰 在战场上对俄军形成了巨大的优势 并最终导致俄罗斯政体崩盘 让这个核大国发生分裂 才会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而这一点又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总体来说 乌克兰危机对美国而言 就是一个骑虎南下的困境 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如此 中国身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当然希望俄乌冲突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但是在短期内还看不到太大的希望 现在最大的变数就是特朗普明年当选之后 如何结束这场危机 而且结果也是中国愿意看到的 美国想要和平就得上失领导力 想要战争就得花钱 而且还是没完没了的花钱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中国只要不涉及一场 以自己无关的危机之中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大智慧